一位哥哥就打了一通电话 给他老公说 你知道你老婆都一直想自杀吗 在你那个家庭 你婆婆 你妈妈这样压榨他 我们也是父母养的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你没有办法照顾你老婆 我来照顾 这样子 结果先生就觉得说 他很愧对他老婆 然后又怀疑他 误会他 所以就很难过 心里对他妈妈有100个怨队 就跑出去喝酒 然后他跑出去 他婆婆就是他的妈妈 还不知道说反省 他还跟他老公说 我当初就不准这个婚事 你看没有一样顺的 从他来我们家 你看我们家变怎样 就一直吵 一直吵 然后他公公也没有他的办法 然后到半夜两三点 这个妈妈一直打他儿子电话 都打不通 一直到两三点的时候 有警察打来 就说你是不是某某某的家属 他说对啊 什么事 他说你儿子发生车祸 已经走了 就是已经死掉了 酒驾往生 对 就酒驾往生了 因为这个孩子就是出去喝闷酒 然后就开车的途中就撞死了 对 天啊 对 对 这个妈妈还在念 还跟他老公说 你看 你看我们家娶了少靶心 儿子走了都是他害的 就怪人家 对 一向都不说话的 老公就给他一巴掌 然后就说 我最后悔的是娶了你 他婆婆跟邻居在聊天 就听到他婆婆 就在跟邻居碎嘴 就在那边讲说 我觉得我们媳妇跟她 情男朋友好像 好像没有断得很干净 而且我们这孙子 又这么黑了 又跟我们儿子不同 我们儿子就白白 对 就又讲了那一套 他的怀疑理论 所以我这朋友一听 他真的气到 他觉得他如果不表态的话 好像会被你们当成 我好像是一个 不熟父道的人 对 而且大家同在一个社区 怎么过 就面子问题 所以后来我这朋友 他就花了两万块 他就跑到台北市 他就拿他老公 然后跟他小孩的 这个DNA的资料 他就去做那个 DNA的血缘鉴定 亲子鉴定 现在这个很容易 很容易 而且他可以说 你要比对谁跟谁 所以他要证明 他的小孩是他老公的血脉 所以他就是用他老公 跟他小孩 然后去做这样一个 亲子的血缘的鉴定 我古装的更容易 就低血运行 低血认亲 不用花钱 那多多多 我们现在很大 要花钱 好 要开始 这得准啦 结果你知道吗 好 他花两万块刷卡 我朋友刷卡 然后那个报告出来之后 是他老公的没错 所以他就把那个报告 还有那个信用卡账单 拿来丢在他婆婆面前 你看 阿母你看 这真的是你儿童的 不要再怀疑我生的小孩 是别人的种了这样子 然后就跟他婆婆说 我做这个亲子鉴定 要花两万块 这一笔账单你要付 你如果不付 你再这样继续污蔑我的话 我就跟你儿子离婚这样 国习关系的问题 核心点真的都在男人身上 那为什么 男友会觉得 大家如果想要去判断说 你老公是不是猪对有的话 只要老婆每次跟老公 在讲说你妈妈说什么 老公回答你说 我妈就是这样啦 你就多担待点 或者是男人会说 反正我妈就是不是这个意思啦 你不要往心里去 这个其实就是谈 就是显露出男生 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那可是我觉得 其实你这两个女人都搞不定 你要负最大的责任 所以我想请大家就是说 第一个男生 要懂得借花献否 就是说呢 你如果很了解 你妈妈喜欢什么礼物 你送给你妈妈 可是你嘴巴要帮你老婆做人说 这个是我老婆 特地精心挑选给妈妈你的 对 那妈妈就会觉得很高兴说 哎呀 还是你老婆啊 懂得不会做人 你哦 你都是不懂 两个人就是觉得说 他们就是同心一气 就比较容易讨好嘛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会希望就是说 男人有的时候就是太直 直男就是说 妈妈说什么 老婆说什么 我就全部都转述给对方 不行 不需要 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像 刚才老师讲的 我们把它挡下来 挡下来以后 其实妈妈跟你讲的话 到你这边你就把它挡掉了 或者说妈妈是说 我想叫你老婆做什么什么什么 你就直接帮你老婆讲说 妈妈我觉得这样的话 比较比较麻烦 不要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你在中间 你不要让这两个女人 这样子 就是直来直往这样去打斗 其实很多事情 就可以消灭掉了 专挑你不爱听的话 就是你那个 就是比如说 你可能的一点点的小事 这个是我比较不喜欢 让人家知道 他就会专挖你 那个不想讲的话出来讲 而是讲话 他通常就是会 就是会怎么样 会吓死人 即使你 一定会要让你 当下觉得说痛哭流涕 这样子他才会愿意 才放你耍这样就对了